试验3-2 温度对唾液分解淀粉的影响 试验目的 借由观察本试验的颜色变化 了解唾液中的酵素活性是否会受温度影响 试验器材 50毫升烧杯一个 250毫升烧杯一个 20毫升试管两只 10毫升两桶两个 温度计一只 试管架一个 保利融合一个 酒精灯一个 三脚架一个 陶瓷纤维网一个 唾液适量 1%淀粉液4毫升 本试液4毫升 实验步骤 1. 将适量唾液收集在50毫升烧杯内 2. 取A1、A2两只试管 分别加入2毫升唾液 3. 将A1试管放入装有废水的烧杯中 隔水加烧 数分钟后取出A1试管 待其温度降至室温 4. 两只试管再分别加入2毫升淀粉叶 轻轻摇动试管 促使试管内的物质混合均匀 5. 将两只试管放入 乘有37度C温水的保力笼盒中 静置约20到25分钟 6. 取出试管 分别加入2毫升本事叶 6. 取出试管 混合均匀后 再放入250毫升的烧杯中 隔水加热 观察并记录两只试管加热前后的颜色 问题与讨论 1. 根据实验结果 造成A1、A2试管颜色差异的原因为何 是推论造成此结果的原因 答 A1试管中 破液被废水隔水加热 其中的酵素被破坏而无法将淀粉分解为糖 所以与A2试管颜色不同 2. 本实验中为何保力笼盒内的水温要控制在37度C 答 每一种酵素有其适合的作用温度 本实验的酵素取自人体的口腔 血温控制在摄氏37度 是为了模拟人体体温 让酵素能在适合的温度下作用 探究提问 当我们吃白饭时 白饭会和唾液随着食道的蠕动被送至胃 请参考课本图3-3 判断进入胃以后的唾液 是否还可以继续分解淀粉 答 唾液淀粉酶适合的活性在中性 胃中酵素适合活性在酸性 因此唾液在胃里大多无法继续分解淀粉